本地今年上半年的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 但不同领域的复苏步伐不均匀 人力部表示 由于一些行业仍有人力需求 加上边境管制造成人手短缺 6月份的职位空缺达到了92100个 创历来新高 记者洪宝林报道 人力部最新的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 不包括外籍女佣在内 今年上半年的总就业人数减少了4000个 主要是因为外国人的就业人数 锐减32600个 而居民就业人数则增加了28500个 裁员人数方面 今年上半年共有约4600人被裁 相等于每1000元民工就有2.3人被解雇 受疫情措施收紧影响 第二季共有2340人被裁 稍微高于第一季的2270人 人力部指出 边境管制影响建筑和制造业的人力供应 加上金融与保险服务及资讯通讯等增加的领域仍有人力的需求 6月份的职位空缺攀升到历来最高水平达到了92100个 6月份的职位空缺对失业者比例也有所改善 每100名失业者有163个空缺